很多的话我说老花一我收到鸡树苗了怎么办 我丢 你的话问的我好像有点尴尬呀你是他们好多人都说你们大萌里面都是鸡树苗 其实跟话没说啊你们对这个鸡树可能有一点点误解啊我就给你们举几个例子啊打几个比方你就比方说 小灰你也经常吃草莓什么的是吧 你像有的草莓的打的棚大树他容易长的大 对吧 你比方说 田瓜呀你比方说打点那种蒸田树啊 你比方说这个植物长得太高了用点矮状树啊是吧 这份入口的东西对于这个激素是不是要感觉比较敏感一些 你养的这个东西 你说我没用激素吗用 也用你比方说一些矮状树啊 你比方说一些个那种 就是生根叶啊 你这种你非得把它定义为激素他不就算是激素吗 不是你养花你管那些干什么呢 又不是入口的东西 而我 我在这个视频我都敢负责任的说你随便抽检 就是目前市面上的这些你吃到的水果蔬菜你随便抽检 你只要是一点农药一点激素没有的那 除了这种有机的厨物啊就正常来说 市面上卖的你看是不是都有 也没见你有啥事你养个花又来似的 再一个事呢就是我们大棚里面养的这个花啊 他只是说在我们这个环境的长得会比较快 我们不会说是给你用一些个你比方说好多话说云柴树 那玩多贵了谁给你用 我们有时候这个苗子什么的 我们用肥料都得精打细算用土什么的 都能都得计算到几毛钱 你说打的一会要多少钱了光人工啊这那的还给你打激素你想多 不过呢 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人说这个 微型月季 啊是激素苗是说这个花激素苗那个花激素苗 只不过在大棚里的一个管控稍微严格 他用各种药你就可以怎么理解呢 就像现代的人一样他的抵抗力变差了对吧 因为以前古时候人普遍的寿命就三十十岁就可能就 就蛤了 你看现在是吧 从生涯来各种医疗啊各种药物啊 你包括我们大棚里面养花就是我们考虑的是这个成功率 我们要考虑这一千克种下去得让他活个一千克 哦我们肯定会计算这个成本会去用药啊 杀菌啊消毒啊 施肥啊 包括自己增瘟啊 这样会长得快 明白了吗 拿回来以后 肯定有部分的有一小部分的这个花抵抗力会略微差一些 这个没办法 所以说你不用太过于神秘了 你只要会养花的什么激素不激素的 你就是这个养花的 你就给他再好的苗子 你说从地上长了二十年来就挖给他那可能也会养死 你这个养花再厉害的也会养死花 养花再菜的他也能养花花 所以说别找那种客观因素养的多了就会你 希望大家理解这个事 不要太神秘了我是老花印 养花最转意 来了 嗨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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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